我讀書 我喜歡上學 我讀過不同的學位 但我從小到大都不是一個讀書很聰明的人 這是一個小錯覺 因為我永遠都是讀書 讀中學就enough 入大學就enough 畢業 我在加拿大讀完大學 都沒有在香港讀一、二年班那麼辛苦 因為一、二年班那種壓力 可能是香港的教育 父母會很害怕 讀完幼稚園 入不到好的中學或大學 而香港的環境 入不到好的大學 就沒有前途 這就是別人以前以來教育 無論是父母和子女都很大壓力 但外國不是的 外國主張自己有自己的性格 很讓你去做自己喜歡做的事 亦都不會有任何的 職業、貴賤那種問題 其實在整個讀書的環境 甚至我爸爸媽媽都說 讀不到就不要緊要 你就學一種手藝 對吧 我們在加拿大 你做一個… 我當你做一個… 適應這樣 其實都有… 基本上的生活 養小朋友 有房子有車 沒有這個問題 所以他們就沒有這個壓力 就好像香港那樣 你不是醫生 你不會這輩子都供不到樓 就沒有這種思想灌輸在我們身上 就變成我們現在 對很多東西都是做自己喜歡做的事為先 然後又沒有賺到錢 或者什麼就真是其次 我喜歡香港的機會多 雖然是工作辛苦一點 和時間長 但是我會覺得 比起在外國可以… 不是一定升職的 就是發展的機會是多很多 譬如我回到香港七年 我這七年入行五年 我很肯定我在TVB這五年見過的 一定會比我在加拿大二十年多